- 谁呀,来啦,来啦! - 姐姐又来啦! - 妈! - 什么事呀? - 妈,你先给我拿,六千块钱! - 姐姐,你怎么又拿钱呀? - 妈,我手里没钱了,家里又有点事,你先给我拿点,我之后再还给你! - 好,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拿,行! - 给,闺女,这是六千块钱! - 行,谢谢妈,我先拿着用啊! - 妈,我先走了! - 闺女,你今晚来了,在这吃饭,趁晚晚再走! - 妈,我不吃了,还有急事呢,我先走了! - 逃逃回来了,嫂子回来了! - 姐姐,你过来! - 这钱怎么回事? - 妈,姐姐是不是又来找我们家借钱的? - 哎,陶逃,干嘛呢? - 谁冒我们家,你没家呀,我们都是一家人呀! - 妈,你也不说说! - 姐姐,都找我们家借多少次钱了? - 她还过吗? - 那她是有急事,她没有事,她会来借钱吗? - 陶逃,你不要计较那么多! - 妈,她这把你当什么了? - 当提款机吗? - 今天缺钱了,来借一点,明天缺钱了,又来借一点! - 嫂子,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 - 我又没说不还! - 还? - 姐姐,你自己说说,你借了那么多次钱,你还我一次吗? - 妈,也不是我说你,你自己这零花钱从哪来的你就不知道吗? - 我知道,是平时,这尊宝给我的,那给我呢就是我的钱,我想给谁就给谁,这何况是我闺女呢? - 我看你啊就是不讲道理,你也不看看,那尊宝她挣钱太容易吗? - 干什么呢这是? - 妈,你别打理我嫂子,我先走了嘛,我知道就你了,你走吧,慢点啊! - 走! - 不就是我借给我女儿一点钱吗?至于吗? - 妈,你说什么呢?怎么不至于啊? - 淘宝,不是就是几千块钱吗?我给我闺女怎么啦,这尊宝给我的钱,我想跟谁就跟谁,你管不着! - 你说这话,那你知道尊宝这几千块钱,她要挣多长时间吗? - 挣多长时间怎么啦,又不是你挣的,是我儿子挣的! - 你还讲不讲道理啊,真是的,我俩都跟你说! - 你还来这儿跟我说,我俩来理你呢? - 真是气死了! - 真是的,什么人都有,整天跑为娘家借钱,这算怎么回事啊? - 真是的,还不能说两句了! - 哎呀,下班了哦! - 淘宝,你怎么在外面站着呢,迎接我呢? - 气流气死来迎接你呢! - 你那个妹妹,又来我们家拿钱了! - 这次拿多少,拿了整整六千块钱呀! - 什么? - 真是你又来借钱了!还借到六千了? - 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 你别着急,我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把钱给他要过来! - 喂,真是你啊? - 真是你啊? - 真是你啊,你怎么回事啊? - 真是你啊? - 你怎么老是来我家借钱啊? - 你怎么老是来我家借钱啊? 我跟你说啊 赶快把钱还给我 听见没有 我跟你说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说出来静静 真是的 不行 我再去想办法 先把回来了 妈 那个 今天静静是不是来借钱了 是啊 是不是淘淘又给你告状了 没有不是淘淘给我告的状 我今天回来路上碰到静静了 静静跟我说的 有那么巧 对啊 就是这么巧 哎呀妈 您知道心疼静静 您就不知道心疼你儿子 你看你儿子每天在外面上班 多辛苦啊 一个月 才能挣几千块钱 你这得好 一下子进出了六千块钱 你让谁不心疼呀 静宝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静静可是你的妹妹 还遇到快难了 难道 你就不应该帮他吗 帮 那肯定得帮啊 那我是借你大哥呢 陶陶说也帮 他没说不帮呀 儿子 陶陶真是这样说的 那他为什么今天还给我吵架呀 他跟你吵架 不是因为你借给我妹妹钱了 而是 你借钱的时候 都没有给他说一声 他 他在乎的是你的态度呀 我跟他说什么呀 那是我自己的钱 我愿意借给谁就借给谁 你没管不着 你自己的钱 妈 你自己的钱 不是我和陶陶两个人给你的呀 那你给我的就是我的钱啊 是 但是借钱都已经成家了 你不能老是这样惯着他吧 你看我们家陶陶 他什么时候 去过他娘家借过钱呀 对不对 这都是闺女呢 妈 陶陶说了 下次借钱的时候 你给他说一声就行了 他不会不借的 还有啊 他昨天都跟我说了 在网上心里出了一身衣服 可好看 马上就到了 陶陶说他是真的 还给我买衣服了 真的 可贵了呢 这一身 为你好几千呢 真的呀 真的 儿子 你放心吧 下次 进去再来借钱的时候 我一定给陶陶商量 这次 妈想了想 确实 也是我做的不对 我要给陶陶吵吵架 你跟陶陶说 别让他生我的气 行 妈 知道了 陶陶 他也不会生你的气呢 他是你儿媳妇 你 你吵他 是应该的 那好 你去 进屋 陶陶说话 我去给你做饭 行 妈 那你去忙了 陶陶 别生气了 在这什么 你哪来的钱 什么哪来的 这借你还给我们的 我去找他要钱了 不过钱 不愿意啊 可是 那就借出去六千 这也太多了 多什么多呀 你忘了 他之前不是借他好多次了吗 都没还 可是 他不是说他有急事吗 你这都给他要过来了 那 他这事怎么办呀 管他呢 都结了婚了 还整天往娘家跑 这个钱 你放好 以后没你的 那个 批准 谁都不能借 还有啊 咱妈那边 我已经说过他了 他说了 他自己啊 已经知道错了 如果 再找你借钱的话 必须经过你的批准 没有你的批准 他也不会借的 咱妈真这么说了 当然了 而且啊 咱妈还说 这桃桃比别的儿子一边强多了 自己啊 忙东忙西的 把家里啊 照顾的那么好 他还跟你吵架 自己啊 觉得对不起你 让我给你道个歉 尊宝 怎么不用妈道歉 还有 那个敬礼他不是有事吗 你又把钱给人家掉过来的 要不你还还给人家吧 我 其实我也不是说不借 我 就是气不过他那个态度 你什么事也不跟我商量 行呐 我知道 你呀 就是刀子嘴都不信 你放心 咱妈今复啊 肯定会跟你商量的 那行 那你把这个钱 去还给金钱吧 你不要了 要什么要 咱家又不缺这点钱 让妈 给你把事给办好了 快去啊 那行 那我去了 哎 正好 今天怎么想起来 来我家了 哎呀 这不是家里出事的吗 怎么了 你嫂子 因为我那个妹妹 两人吵起来 就因为这 我妹妹 静静 又去我们家借钱了 借了六千呢 我这一回家 你嫂子 那脸 别提了 我想着 找你借点钱 救救机 借多少 哎呀 两三万吧 用完之后 发了工资 我再还给你 行 我们等着 我给你拿一 麻烦你拿 哎呀 得 还得 还钱去 哎呀 我来说 行 要